雕塑系 在藝術表現的界線漸漸模糊的當下 多元化的當下 雕塑的存在 其實變得越來越薄弱的感覺 既然身為台灣唯一的一個雕塑系 我們雕塑系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雕塑創作的本質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後來把它界定為 就是材質的存在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以理解材質 利用材質然後來做創作 我們認為雕塑教育其實 要學雕塑其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全台灣也只有我們這個學校有雕塑系 全台灣唯一的雕塑系 雕塑系的教育其實在內容上面 它是99%純手工的 我們知道說現在在一個科技社會裡面 有很多數位化的一些設備跟一些知識 來支撐著創作的理想跟表現 但是在我們的系上 卻必須用身體用勞力 用時間來浇灌自己的作品 雕塑老師對於學生 對於後輩的提心跟培養 是非常非常的讓人家感動的 這其實也是跟我們的系統系 當初在成立這個空間的時候 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可以讓年輕新的藝術家 有一個創作的平台 然後讓他們藝術創作可以在世紀銜 然後得到更多富豪的機會 那一般人可能會認為說 比方說這一圍的主 就是主要參加的是 金屬跟木雕兩種材質為主 那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木雕很古老的一個創作方式 金屬是工業化的樣當代 可能會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可是我們還是認為說 材質是材質 應該是創作者的觀念 是要賦予這個材質 有當代的這種表現 還是說你要讓它變成很傳統的表現 其實這應該是在表現者 他自己的抉擇 那最主要還是藝術家 要怎麼樣去讓這個材質的存在 有自己的影子 也有時代的意義 那這是我們這一回 策展最主要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在一起 我們會習慣耀也有尊重上 拍攝的比較新的 相純死者 你看 一圓 但 G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